下面有慧苏也 事故怨也 无故慎重 不借修耻 自知他心 应其 异乐 皆化无妨 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殊胜了 太殊胜了 不需要自己修 在我们 这个世界 六神通是本具的 弥乐 必须要把障碍除掉 这六种能力自然恢复 除掉是什么 除 烦恼 一般讲 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这六种神通 就可以恢复 可是现在的人 非常坚固的执着 我们讲 沉浸 恨神 自以为是 这六种 障碍 我们细心观察 从小长大 一年比一年厌重 像变态一样 到老 不能恢复了 烦恼 把心 干复了 心里面的智慧 完全没有 完全靠一点知识 来过日子 知识是有局限的 不是圆满的 智慧才是圆满的 智慧是自心里头 本有的 所以 读书 千遍 其一自解 自然开悟 那是智慧 不需要人求 你一直是定 心 修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先去 佛法 中世修定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不 八万四千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门禁 修什么 全世修定 读经 是修定 听经 也是修定 怎么听 怎么读 马鸣菩萨 在其心的你们教导 立 以人说想 天 立 明字 向天 立 星云 向天 那读经 立 文字 向土 你读 不要执着 文字 想 天经 不要执着 言说 想 你要听到 你的意思 不要着想 佛菩萨 是这样 教我们的 我们执着 在文字上 分别文字 智慧 不能先前来 它是智慧的障碍 那为什么 心是清净 心是平等 有了这些东西 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心里面的智慧 不能透出来了 智慧是心 实在讲 智慧 更新 是一个意思 不起作用的时候 叫心 起作用的时候 叫智 我们把这些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对佛菩萨的教诲 那个理念跟方法 就会认同 认同就能接受 接受就能得理 日常生活 待人就尽量少分别 尽量不止住 这真意修行 所以那种大修行人 大成就者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就 确确实实做到 不分别 不止住 他用的 非常厚薄 厨师待人就 愿容 欢喜 心底清净 也成不让 这叫功夫 这个清净 不是躲在山上 躲在山洞 那叫清净 那才不清净 就在 日常生活当中 的清净性 海浅老婆生 做给我们看 那是真功夫 那是真修行 四上游 四是假的 游身游灭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的生命 所以不够得 凡所有想 皆是希望 失望 放在心上 错了 失望的 不能放在心上 真心 真心空气 没有东西 你一定要把它 塞个东西 错了 真空不可得 妙游也不可得 但是真空妙游 都存在 我们面前 我们要认识他 那认识他 得其受用 不受其害 妄想分别执着 就受其害了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得其用啊 阿 妮 陶 佛